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宇宙有两个重点需要学习的 第一个就是它的组织跟结构 另外一个重点在高中课程里面提到的 主要就是构成宇宙级基本单位 也是所谓的星系 那当然以我们来说 我们最熟悉也必须要熟读的 是我们自己所在的星系 一般我们把它称之为银河系 那相关的教材资料 你可以搭配新关键主题八 浩瀚的宇宙 来一起进行课程跟阅读的资料 首先先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在我们天文学里面 有几个学习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认识我们的星空 站在地球上 我们看到的宇宙星空 那其中有两个重点 我们今天主要谈谈的是宇宙结构跟组成 那之后我们还会谈到 组成这些宇宙的基本单位 有关于这些天体的基本性质 那你最主要就是 这些可以自己 透过核反应 发光的恒星 那另外一个主题是观察星空 观察星空主要 第一个我们要把星空 类似像地球表面一样 去做一些经纬线的定位 我们运用的是天球跟星座的概念 还有我们会观察这些天体 在天空上的变动情况 一般而言 恒星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 那我们在有生真言看起来 几乎是不动的 位置是不动的 而我们会看到在天空上 有比较明显而归于变动的 主要是太阳 月亮 还有因为地球自转跟公转 造成的各种天体的视运动现象 所以我们会介绍 自转造成的周围运动 公转造成的周围运动 以及月亮绕我们运行 造成一些现象 那像这些 这些其实很多都是在 传统的天文学 或古代 我们就已经都学过了知识 那这个在升学考试也经常出现 至于宇宙的演变 这个大部分目前都放在 物理的最后一张 高一上册基础物理的最后一张 各位可以翻阅那边的资料参考 包括像霹雳说 或者是有关于宇宙膨胀的一些 相关的物理证据 那高二教材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基础地球科学下策的教材 那着重的就是天文观测 天文观测 那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帮各位介绍 那像老师如果这边有标示很红色的 那表示有牵涉到一些 跟我们今天要谈的宇宙结构相关的主题 给各位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结构 在讲义里面有介绍了一些观念重点 那这本常考书它最强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观念讲解非常的清楚 而且相对是同学们比较能够自己阅读的 那这里面我会把每一个我用到的页面的主题跟页数把它标示出来 我如果用红色的标记 那表示这个页面的内容 各位同学尽可能把它熟读 把它读熟 那读熟之后有一些记忆的重点 你就可以用来考试的时候 掌握住这些答题的关键 那比如说宇宙的结构 我们可以简单这样说 宇宙是由星系做组成 而每一个星系底下会包含很多的恒星 星云跟星团 那每一个恒星底下 有可能会有行星绕它来运行 形成一个行星体系 而有些行星可能还会有小跟班 比如说的卫星 那这个是大小层级 有时候也会是远近的层级 这几个是最基本的 那比如说星系集团 看起来从字面上就有很多星系构成的集团 那基本上在星系集团部分 有所谓的重力彼此互相牵引的效应 就相对在宇宙间的距离比较近 还会有重力常影响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星系的集团 我们自己所在的星系叫做银河系 也跟临近的星系构成一个集团 那因为相对的星系数没那么多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星系群 那因为是我们书里所在 我们叫本星系群 那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我们自己所在的星系 是我们要必须最熟悉的星系 所以银河系 银河系就是以我们关注的星系重点 而银河系里面有两千多一颗恒星 跟若干的星云跟星团所组成 其中有一颗恒星 就是我们自己太阳系里面的唯一恒星 也是提供给我们光与热 我们绕着它运行这颗恒星 太阳 当然我们所有恒星里面最熟悉的 应该就是离我们最近 给我们光与热这颗恒星 也是所谓的太阳 那当然我们自己所在的星球 是一颗行星 地球一定是 一定是我们最必须要熟知的天体 而我们所谓的地质海洋大气科学 讲的就是跟地球相关的所有知识 好 那我们有一个小跟班 叫做月球 月球跟地球的关联性 我们也可以想象 比如说月相盈亏 日月时这些天文现象以外 另外像海洋的潮系等等 那像这些都是 都是我们必须熟读的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自己所居住的星球 我们自己的卫星 我们自己绕行的太阳 跟整个太阳系 一定是我们必须最熟悉 也是有跟我们关系 最密切的宇宙节奏中的部分 至于银河系 甚至于整个宇宙 在升学考试当中 偶尔还是会出现相关的考题 这个结构的组成 这些各位必须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那至于像我们自己所在的银河系的结构 各位可以简单参考 因为像这个部分我们要知道 太阳并没有在银河系中心 我们的银河系中心将近三万光年 而整个银河系的半径 可以大概五万光年左右 像这个大致的为止 各位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在考试的时候就不被那些误导的选项 然后所吸引 好这是必须熟读的资料 大概会用这种方式跟各位呈现 那各位就把这些相关的讲义内容 加以熟读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34页的资料 这些资料重点主要是告诉我们 宇宙天体离我们大部分都非常的遥远 所以我们实际上在天空上看到的 是一个接近平面的画面 也就是说你朝天空上看到的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上面有许许多多的天体 但实际上我们没办法透过这个画面 去看出真实这些天体的大小远近 不是比较大的就真的大 也不是它可以直接判断出谁近谁远的 这时候我们只好用宇宙结构去推测 它离我们远近 还有这些天体大小的关联性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运动一些天文学的知识来判读 比如说流星 比如说彗星 这个都是在我们太阳系内 太阳系内 那如果我们简单的把太阳当作中心 那我们地球是绕太阳转的一颗行星 那月亮是我们的卫星 月亮是我们的卫星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月亮应该离我们是比较近的地球以外的天体 但是以这个流星来说 它是我们在大气层内燃烧的结果 所以流星是属于地球系统范围内的天体 也就是说当地球外的天体掉进我们大气层 通常在中气层会产生燃烧的现象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的流星现象 所以我们知道流星应该离我们是最近的 然后其次就是太阳系成员 而且是我们卫星的月亮 那其他的太阳系星体 太阳系星体 比如说彗星 比如说其他的行星 比如说太阳系里面的小行星 或者是海行星 这些小型天体 那都是属于太阳系的成员 在太阳系以内 属于是系内的天体 而在我们太阳系外的天体 到整个宇宙 到整个宇宙 那我们通常会用银河系 内外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比如说像星云 星团或恒星 那通常构成星座的这些恒星 构成星座恒星 都是在银河系以内的恒星 那我们甚至可以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 如果是叫得出名字的 我们可以取出它名字的 比如说子女星 牛郎星 天狼星 北极星 叫得出名字的恒星 或者是星云星团 你只要能够叫得出 它叫某某星云 或某某星团的 那通通是属于银河系内的成员 但是 只要是恒星星云星团 那一定是在我们太阳系以外 太阳系以外 所以银河系内的星体 银河系内的星体 跟银河系外的天体 那当然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出 内外的关系 比如说 这边我们看到的 蜥跟珠 对不起 珠 它就是更遥远的天体了 因为它在我们的太阳系以外 但是在银河系以内 至于如果它是 另外一个星系 那就是在银河系以外 银河系以外的 比如像某某星系 某某星系 那当然如果我们再把 银河系的星系 银河系的星系 再化成一个集团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 本星系群 那本星系群以外的 那就是更遥远的 星系群或星系团 那以大小来讲的话 一个星系团 有好多星系所组成 当然比单一的星系 或我们的银河系 来得更大 而每一个星云或星团 一定比单一一颗恒星 范围来得大 而每一个恒星 一定比我们的行星 来得更大 而行星一定比卫星来得更大 所以我们近到远 近到远 基本上也大致上 有小到大的概念 小到大的概念 所以这张图形当中 星系是最远的 它也会是最大的 然后星团 星团一定比我们的 会星来得大 比我们会星来得大 那像这一些天体的概念 天体的概念 那我们大概用内外关系 远近关系 就可以大致推测一下 它的大小关系 大致 那最后一个是 虽然我们同一时间 看到这些星空中的天体 在我们天空上 但其实这一些天体 我们看到的样貌 不是同一时刻的样貌 比如说这个星系 离我们大概都是 数百万光年 那它看到的结果 就是数百万年前的模样 而如果这个星团 离我们是三万光年 那它看到的模样 就是它三万年前的样子 以月亮来讲 离我们大概三十八万公里 而以光速每秒钟 可以走三十万公里来讲 大概是一点多秒 以前的样貌 那太阳我们都知道 太阳光到地球上 需要五百秒 八分二十秒 所以每一次抬头看到的太阳 都不是此刻的太阳 而是八分多钟前的太阳 所以 所以 如果离我们越远的 离我们越远的 就代表它是 越古老的影像 离我们越远的 是代表越古老影像 那这张图形 它也很清楚 地球以外太阳系内 太阳系外 银河系内 还有银河系外 这个观念也整理得非常清楚 各位不妨把这一页资料 首读 首读 好 那最后要跟各位提醒的是 各位翻一下 二十页 二十页这边有一个 惯用的天文距离单位 如果以我们听到的光年 或者是秒差距 那这个部分 它有介绍 试差法计算秒差距的定义 这个我建议各位不用看了 你直接记起来 秒差距跟光年 都是用来测量 遥远天体的距离 通常恒星级以上 我们就会用光年 或用秒差距来描述 它跟我们的距离关系 然后经过换算的结果 一秒差距 大概是三点二六光年 这个记一下 但是如果太阳系里面的天体 我们就用天文单位就可以的 天文单位的定义是 地球跟太阳平均距离 大概一亿五千万公里 大约是一亿五千万公里 那这个资料 各位可以参考 那另外 另外就是把它的 使用的时机 稍微留意一下 那这一页 各位就把重点 做局部的基 通常如果是局部重点基 我会用橘色的 来进行提醒 那第二个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星系 星系 宇宙间有很多星系 有各种分类 然后呢 我们需要最熟悉的 还是我们的银河系 那这里面有对 星系 星团 星云 甚至于这些天体的寿命 一些细节 帮各位做整理 但是这一些太琐碎了 太细了 所以一般像这种 超过我们教材范围 或者是太琐碎的细节 我都建议各位 浏览就好了 有时间 浏览一下 没时间 跳过 其实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因为严格来说 如果考试 有用到这些题材 都会是提供资料 供我们阅读 或图表 供我们判读的 图表型阅读 推理实体 所以你真的不需要 花太多时间 去背这些琐碎的资料 好